这些巨人已经五百多年没有吃过人肉了 此刻人类却将魔斗送到了他们手中 这些魔斗只要沾了水便在几秒钟内生根发芽 接着会长成数千米长的巨型藤蔓 从空中一直延伸到下面的人类世界 巨人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藤蔓 迫不及待地想品尝地面上人肉的滋味 此时博王和他的军队也察觉到了后方的巨人 纷纷快马加鞭逃往城堡 然而这些巨人跑得比巨马还要快 很快落在最后的骑兵被巨人抓住 接着另一个巨人搬下房屋的大风车 当作武器朝着前方人马投掷出去 巨大的力量擦中了国王的王冠 好在有后方士兵给前方的人垫背拖延时间 国王和公主等人得以进入了城堡 当城内士兵拉起护城河的吊桥时 巨人将军跳上来并用双手抓住了桥的一端 士兵们发射弓箭才勉强将其射入水中 接着又来一批巨人用钩子继续将吊桥拉下来 他们虽然数量较少但个个力大无穷 士兵们不得不搬来了十几辆弩炮 将箭头射进吊桥 凭借人多何工具的优势将吊桥死死拉住 另一批巨人用火点燃大树当远程武器工程 这让城内在拔河的士兵直接成为了火靶子 突然这时巨人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 原来是一群士兵搬出了守城连弩 这种武器显然对巨人是致命的 巨人二把手箭状拿出了一支弹弓 用石头当作子弹瞄准发射 其破坏力直接将连弩和城墙一并破坏 城堡失去了唯一能对巨人造成威胁的武器 此刻也只能拼命守住最后一道门等待园兵 然而此前被弓箭射入水中的巨人将军 非但没有死去反而进入了城堡内部 他在众人的毫无防备下轻松抓到了公主 男主为了救公主结果自己也被抓住 在关键时刻男主发现了自己还藏有一颗魔斗 于是便将魔斗投进了巨人的嘴里 沾了口水的魔斗就地生根发芽 不一会儿就冲出了巨人的身体长出了巨型藤蔓 而男主也在巨人的残骸中找到了一顶宫关 与此同时已经攻破城门的巨人纷纷放下了武器 在巨人王冠的魔力面前 再野蛮的巨人也得跪下被征服